在你的腦海中 有沒有讓你驚悚 讓你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一個案例 其實我聽過滿多兩高的經驗 比如說在什麼車上的小熊裡面 裝監視器 對 比如說到老姐妹去旅館門口堵 這種都有 但我聽過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有一個太太 她發現她老公好像最近行為 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現場 開始會拿手機 會進廁所裡面去看 這種比較跟平常不太一樣的行為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合理懷疑她外面可能有什麼對象 所以有一次這個老婆就偷偷看她的手機 就發現她手機裡面的內容 發現她跟某一個特定的女性會聊天 然後會講話 然後就發現說 他們約在外面的某一個咖啡廳 這個時候老婆就安耐不住了 老婆就跟出去 然後跟著跟著跟著 他們跟著咖啡廳之後 他們又離開了咖啡廳 老婆就更懷疑了 老婆就繼續跟上去 結果他們兩個就走進了一棟大廈 太太就偷偷地爬樓梯上去 看他們電梯停那幾樓 她就爬樓梯跟跟跟跟上去 然後就發現老公跟著女人 就進了某一間類似住家的房間 就進去了 這樣大家能夠等 結果這時候老公出來了 然後人一出來老婆就上去說 你來這邊幹嘛 老婆就很生氣 抓住她的手 老公說 你為什麼來這邊 老公就有點緊張了 老婆就說 我一路跟著你跟著女人進來 我想知道你們在裡面幹嘛 你把門打開我要進去看 然後這時候他又發現老公 想要拿著一個牛皮紙袋 他覺得奇怪 他說我看 就把他抓過來 是 就拿出來一看 哇 什麼 床照 就是在床上的照片 結果是老婆自己跟鋼琴老師 在外面 旅館被偷拍到的照片 不是他先生的 不是他先生的 然後這個時候他先生在 叫他抬頭看一下 他那個 那個房子外面有一個小小的門牌 真信社 原來這個對方女生是真信社的員工 這個老公已經跟接他太太很久了 我其實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外遇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男人會做 我這邊介紹很多案例 其實現在很多 百分之七八十我收到的信 都是女性告訴我 她們如何外遇 或者她怎麼樣 百分之七八十 假的這件事太衰動了 你知道嗎 這件事太衰動了 我直接不是 我 daily 我們